醫療交給醫生們 心理的支持 要靠社會大家一起來 記者會才剛結束 陳時中換上戲中外套 趕到和平醫院 424是和平封院17週年 陳時中再度來到第一線 慰勞醫護人員 因為他們也跟阿中部長一樣 防疫沒有假期 病床上躺著重症患者 旁邊兩名醫護人員 全套防護服 頭套護目鏡 手套包緊緊 專家小組召集人張上淳 公布負壓隔離加護病房的工作畫面 可以看到要拯救一名重症病患 真的不容易 那有時候在插管的時候 進去就更多人 可能四五個都這樣穿著 進去為了一個病人 所以消耗的人力精神 也是非常非常的可觀 目前全台重症患者35人 占了8.2% 使用呼吸器治療24人 6人不治 9人脫離呼吸器 另外9人使用中 其中有3人並用葉克膜 由於目前沒有特效藥 醫療團隊主要是靠支持性療法 讓病人慢慢修復 而最新醫學報告也指出 義大利團隊用奎寧 搭配抗免疫調節劑 效果顯著 但國內專家評估後 認為副作用偏大 隔離病房裡面 其實臨時出狀況 心臟出了一些狀況 要緊急救護 會是比較困難的 比較高的比例 會出現這樣 那個副作用的狀況 我們並沒有建議 合併使用 不走捷徑 每一種用藥都仔細評估副作用 臺灣醫療團隊就是這樣 一步一步細心照料患者 而患者和醫護團隊 同樣也需要社會支持 才能一頭渡過難關 一、二、三、三 記得夜尾靈成軍跟Turbo兜